其实理论上有同学有提到说一定要输入正的没错 所以如果说假如我们要把刚刚的这个程式改一下逻辑 有点改成什么样的逻辑 就是说有点像在eSale里面好了 eSale里面我就分别输入这些资料 输入哪些资料呢? 输入题目里面要的这些啦 29、100、一直到-388 把这些东西理论上当然如果在eSale里面是分别把它输入在储存格里面 输入完之后的话你可以再利用在最下面这个储存格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你可以在统计类里面找到一个mini 或者你用small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说因为mini可能会比较简单 那你就找到这个mini这个函数 然后按确定之后呢 跟他讲说你要找到的范围在哪里 a1到a7这个范围 他就会帮你把这个范围里面最小的值放在a8里面 所以按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就找到最小的 ok 那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刚刚同学提到那个问题 ok 只是考试的时候啦 我跟各位讲考试的时候没那么复杂 他里面一定会有复的 ok 所以你如果不会用list 那也许你用那个 刚刚那个方法倒也是ok的 只是说如果我今天呢 我想要改写一下 那当然第一个啦 你就要了解就是在那个python里面 如何建立一个清单 第一步嘛 在list里面怎么样建清单 第一步哦 ok这蛮重要 第二步的话呢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把那个使用者输入的值 放在那个什么 放在那个python里面的list里面 也就是说他只要输入一个 我就把资料放进去一个 ok 那就看放几个 比如说这边有七个 那我就放七个资料 好这第二个哦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呢 那我要怎么样输入完之后 再利用那个mini 去做判断 刚好python里面也有一个函数 叫mini 用的方法哦 其实跟我们现在用在excel里面用的基本上都蛮相似的 只是说呢程式该如何写哦 所以哦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如何把刚刚的程式改用成就是一个list 那当然这地方的话我们另外开一个新的专案 新的文件好了 ok 好第一步 第二个的话呢 把字放大一下好了 那当然我们这边把它改写一下 改写成什么呢 改写成就是说 我让它不断的输入资料 先把资料先放在这个所有的list里面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步就我刚刚讲的 在excel里面你是直接打开excel 里面就已经有很多的栏 很多的清单的储存格让你输入 可是在python里面没那么简单 如果你要输入资料的话 首先第一个哦 你要先建立一个 所谓的清单变数 而且这个清单变数是空的哦 那怎么建立哦 那怎么建立哦 一般我的习惯是 取名称叫list 第一个list叫list1 第二个叫list2 等于什么呢 那如果你里面呢 要建一个空的清单的话 记得哦 等号后面请你 放个中刮符就OK了 那这个就表示什么 有点像是在excel里面 因为你就开一个空的这个 空的档案啦 或者空的这个清单 第一步哦 所以这里面没有放任何东西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就让使用者 分别填写资料 坏哦 空一个 E冒号好了 这个跟刚刚动作都一样 然后让他输入 那怎么输入呢 一样 A等于Input Input什么资料呢 那一样我们把这个资料给转型 转型之后呢 那我要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放到那个清单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哦 放到里面去的话呢 不过放之前哦 可能要先做一件事 因为如果他输入9999的话 那就直接跳离 你不能连9999也把它放清单 不行 9999的意思是 就不能放哦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呢 在输入完之后 我们先做一件事 先判断 如果什么呢 他输入这个A 假如等于9999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让他break 就不要把这个9999放到哪里呢 放到那个我们的这个清单里面 OK 那如果他里面放了资料呢 假如不是的话 那我们做什么了 所以哦 假如不是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他输入的资料 这个A 放到list1 特别注意哦 建一个空的是这样子 那怎么样把它放进去 这边有个关键字哦 叫append 所以哦 怎么样把它放进去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哦 点什么呢 点下去其实第一个就是了 叫点append 所以你可以点下去之后 他会出现append append就是放资料 放什么资料呢 就把A 给放到清单里面去啦 OK 所以基本上哦 假如说呢 我要放资料的话 那就这样放 OK 然后enter 然后back到前面去 好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已经把清单给建好了 OK 所以哦 当然我最后呢 假如要把这个清单里面的资料 把它列印出来的话 那我就print print了什么 print了list1就可以了 假设我把list1print了出来的话 那我这边执行一下好了 然后这边一样 输入多少呢 按照他要的 29 enter 100 enter 948377 enter 然后-28 他就会 不是9999啦 所以他就是 一个一个的放到清单里面 然后0 然后-388 好了 那最后的话就 9999 假设49 就叫break 那他就帮我把list1里面的所有资料print了出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刚刚放的所有资料呢 就通通放在里面 各位可以发现哦 这个list里面 他原本应该是长这样 空的清单 那因为经过了appendA的这个动作之后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就分别把什么 把资料一个一个的放进去 那中间加什么 加豆点 OK 所以哦 这里面的话 那如果我今天要把里面的资料 其中一个取出来的话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list1 中瓜糊 中瓜糊里面如果输入0的话 那就取第一个资料 这个中瓜糊1 一次类推 最后到6 总共有7个 如果这个ok之后的话 那最后能想说 老师那如果想要知道的 并不是这个清单里面的东西啊 我只要把最小的那个帮我列印出来就好 那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list外面怎么样 包一个mini就可以了 因为python里面呢 已经有内建的一个叫mini的一个函数 跟一次有一样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分把这个清单里面 最小的那一个 那最小就-388 帮我print就说 所以哦 执行的话 假设我今天把刚刚的这个资料 再输入一次的话 那他就会一样把这个资料 放在这个清单里面 然后并且呢 帮我把那个最小的-388 这个9999 帮我把它print出来 所以哦 最后这个 应该会把最小的应该是这个吧 enter 如果4的话那表示这样ok enter-3888 那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这个 其实这样的解法也ok 那只是说啦 主要为什么不特别讲这个啦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样的写法对于那个 可能还没有学会那个 这个所谓的串列的同学 会相对的会比较困难一些些 那而且串列呢 他其实考试哦 比主要定位是在第六类 第六类里面有个串列 所以假如你们想要多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形态的话 尤其是你要把资料库里面的资料拿到python里面处理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会串列 如果你不会串列那你资料库 资料就没办法放了 ok另外的话呢 除了说第六类之外 你们可以看一下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第五个单元 也会有串列 那也就是这个地方会有特别介绍的 当然我刚刚也已经介绍了 所以也就顺便切入一个范例 就是如何建立什么 建立一个空的串列 并且把资料逐一的放到这个串列里面去 并且再利用mini的这个函数 把串列里面最小值把它带出来 当然如果你不用那个mini的话 其他还有别的方法 比如说这边的话还有像刚刚有介绍到什么 介绍到append 其实就在这个第五个单元里面 这边有append 另外如果你要算这个list里面 有哪一个值 有点像count if 你可以用counts刮符 哪一个数字 index是索引值 等等的 这边有mini 如果你想要知道 这个串列里面到底有几个元素 那你可以用len 最大值当然应该可以理解 或者你要删除 或者是等等 或者是remove 或者反向排序 其实这边也都有 也许请各位假设你要想要多了解一些有关串列部分的话 也许可以稍微看一下第五个单元吧 ok 那我把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程式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参考部分的话可以参考那个第十八页 答案的部分第十八页 那主要呢 就是透过这个402题的部分 了解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空的串列 所以把这个资料直接放入到那个清单里面的方法 叫append ok 最后利用mini的这个函数 找出这个清单里面最小值 并且把它列印出来 所以其实得到的结果也会跟刚刚一样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没有刚刚同学问的那个问题了 如果他输入的假如说全部都是证数的话 不过理论上我一直强调 这个考试没有考那么复杂 如果考太复杂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证网的 ok 试一下这个部分 那如果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也许可以再看一下那个第404题吧 404题 数字反转 反转 判断 反转 这一题的话基本上跟前面那个308 有部分是得一同的